大家好 今天又來和大家講講 中國發行的郵票 之前我們講了四期 就將中國所有 從一開始有郵票發行到現在的 所有的正統 正統的 政權所發行的郵票就包含了 包括大清時期 中華民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時期 從1878年 發行的第一套郵票到現在 2020年 所有的正統政權發行的郵票 都包含在裏面 今天主要和大家講一講 大清時期的兩個階段 其中一個階段就是海關郵政時期 1878年到1897年發行郵票的一個海關郵政時期 其實海關的郵政就不是1878年開始的 1860年就開始的 先有郵政再有郵票的 今天主要和大家釐清這一段 為什麼這麼奇怪 不是政府自己舉辦郵政 而是海關去做郵政的呢 由這裏一切 就要由一個人開始講起 就是這位 這位 就是一個英國人 叫Robert Hutt 中文名叫Hutt Hutt 就是中國的海關 總稅務司 最大的那位 這一位 其實他在中國的現代化上 做了很大的功勞 為什麼中國的海軍 是由一個外國人把持的呢 原來在清朝的末年 很多民變 地方勢力造反 在上海 一百五幾年的時候 就有個小都會之戀 這些民變 他們呢 就直接把當時 中國人的海關 當時的官就叫道台 直接就嚇到走了 走了 很多英國雙船 外國雙船 就停在 上海黃埔江碼頭 準備上課的時候 但是沒有一個組織去跟他們收關稅 他們的 貿易的 整個過程就沒有辦法完成了 西方人在這個時候 就直接走出來 接管了 或者自己成立了一個 代辦的海關機構 這個機構就是當時的一個 臨時負責將 中西貿易的一些稅收 去完善他 這一件事 一直做到 叛亂平反了之後 於是他們就將收到的關稅的錢 上交給大清政府 大清政府發覺 錢更多過自己人 自己的官員去收 當時可能有很多貪污 或者很多手段去奪取 原來被外國人管理 就收得更多錢 於是就慢慢形成了一個慣例 由外國人去主持這個 海關 當時上海 海關總署的大樓 還在這裏 現在好像還有 我們放近一點 江海北關 這張舊相也很貴 這張大相也很貴 這張大相也很貴 我又可以給大家看看 當時各國發行的 明信片 就講起這個上海關的各種樣 都是差不多的 就不同的角度去 這個 海關大樓 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把海關的角度去看 克德掌管了海關之後 他就很有心 這是一個英國人 嚴格來說是一個 北愛爾蘭 北愛爾蘭人 他接管了之後 他就很想在中國推行各種 現代化 中國的尤正 在現代化的尤正前 是怎樣走走的呢 最初 歷史故事也有說的 什麼 風火氣豬喉 在風火台上 點煙、點狼煙 就形成了一種通訊的 手段 慢慢 官方的文書往來 就靠疫站 就是養隻馬 一日行三百里 一日行四百里 疫站 到了民間又怎樣呢 民間又用不到官方這些設備 民間就有自己的通訊系統 就叫做民訊局 除了帶 信件 家書之外 可能就要 鄉下有什麼特產 順便要拿幾隻蟹 幾隻蟹 這些就是民訊局 官方和民間就不同 到了 克德把持海關之後 他就 希望 海關裏面各個關口的文件 的往來 更加通訊 就不要用中國的大清的 官僚體系裏面那種疫站 因為其實都頗麻煩 又要申請又要怎樣 有一套程序 一搞下來都頗複雜 於是他就想自己有個郵政系統 通訊系統 就來 傳遞海關的公民 這套系統建立之後 就發覺 非常之有效率 導致當時 僑居在中國各地的外國人 西人都會利用這個郵政系統通訊 就會記帝自己的家書 或者一些情訊 用來通訊 於是海關 自己發展了一個郵政系統 就是應用現在 新式的郵政 不是那種 複複雜雜的 就好像現在新式的 寄信又怎樣走一條郵路 又跟什麼輪船 什麼船公司簽合約 然後就找他們帶 或者走火車 這套系統 再跟著西方的 預付郵資 就是貼郵票 一直發展下去 就非常之成功 本來 他自己都可以 跟政府申請 不如我們國家搞吧 當時在中國 中國的大清朝 作為一個外國人 你很難去做這些事 於是他 就有找 各方面的 中國的 比較開明一點的 官員 例如這個李鴻章 有去幫忙的 除了郵政之外 很多種近代化的 設施 以及一種 推行 就是克德提出的 包括貨幣 譬如當時的農養 珠幣的現代化 派外國使節 甚至當時我們讀書 經常說李鴻章建立 北洋艦隊 其實 看回檔案 大部分都是克德 克德提供的 包括訂船 所有 艦隊的規制 其實都是他 用他 假借李鴻章 去推行 在大清政府裏面 就比較容易推行了 這個海關郵政是同樣道理 他就 自己首先在自己的海關系統裏面建立了一套郵政系統 然後到1897年 時機成熟 他就上書 希望政府自己去開辦一個 郵政 於是最後通過了1897年2月份才開始成立 大清郵政 中間的30年左右 中國的郵政 新式郵政 主要是海關辦的 但當時 一般的老百姓 所使用的 通訊系統 其實都仍在用民訊局 清朝政府自己的通訊系統 仍在用逆站系統 但是大清海關郵政 正式發行了他的郵票 之後 就把中國的 郵政和郵票發行 推進一個現代化的時候 大家大概都明白 為何大清時期的郵政 是分了海關郵政和大清郵政 兩個階段 兩個階段都有發行郵票 之前都說了 大家如果想清楚知道 就看回之前的視頻 多謝各位 拜拜